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个老实芭蕉的河南土农民 一个年轻貌美的美国大学生 身份差别太大的两个男女 居然传奇般地结成了夫妻 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能让她如此着迷 漫漫爱情路 她和她究竟能相伴多远 奇缘中国真实记录 2008年7月1日 对于河南农民蔡小华来说 是一个决定她今后生活的日子 下午两点 她拿着生平第一次买的鲜花 站在机场的出口 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个 特殊的美国女孩 小蔡又等的人 是一个名叫蒂芬妮的中国 做英语教师的美国女孩 如果今天接到她 就意味着蔡小华这个老实巴交的河南农民 将与那个年轻貌美的美国女孩 再续前缘 但是如果今天接不到蒂芬妮 那她们之前所经历的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爱情 也就真的只是一场梦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来自美国的航班 已经降落了很久 可蔡小华 一直都没有看到蒂芬妮的身影 难道她真的反悔了吗 她的情绪开始有喜悦变得沉闷 她开始一点点回想起一年前 突然发生在她生命中的 一个美丽的童话 2007年年初和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 蔡小华也南下打工 她应聘到广州一家中英文学校当保安 蒂芬妮就是这个学校的英语外教 然而蔡小华并不知道 一顿让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爱情 就要降临了 我希望她 我想我们可以很好朋友 原来每天进出校门时 蒂芬妮出于礼节 总是用生硬的中文向她打招呼 腼腆的蔡小华每次只是笑笑 可正是这样的微笑 引起了蒂芬妮的注意 小菜迷人的微笑 让独自一人身在异国的蒂芬妮 感到了内心的温暖 这份温暖也一点点俘获了蒂芬妮的心 于是以学习中文为借口 蒂芬妮开始频频地找小菜聊天 可是蔡小华不会英语 而蒂芬妮的中文也仅限于 你好 吃饭这样的简单问候语 他们该如何交流呢 刚刚开始交流的时间就是 有些人打打手势 或者做比方 打比方打很多 有些人会说一些简单的汉字 打比方他问他去什么地方 他可以说他要去商店他要画 画去什么地方 然后发一条街 然后发一个特技酒吧 又发一个酒标 一个不会中文 一个不会英语 却还想凑在一起学习聊天 这该怎么办呢 聪明的小菜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是什么 头 头是什么 头 头是 嗯 这个 头 这个 头 这个 头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发不了 啊 痛 你 通 通 很通 啊 头很通 啊 这个是什么 啊 啊 I don't know 脑 啊 你很聪明 聪明 我很聪明 谢谢 这个脑聪明 脑聪明 很聪明 啊 他的头 痛 因为他很聪明 这样的笑话在刚开始的交流中常常发生 小菜是无可奈何 一个比划 一个猜 这哪是在学习语言 分明就是在做猜词游戏 交流虽然困难 但没过多久 第一番咪就发现 和小菜在一起 自己的中文提高很快 很多时候 他打着手是说的那些中文词汇 几乎没人能听得懂 可是小菜 却总是很快地明白他的意思 这让他对小菜的好感 与日俱增 我要这个 我没有这个 我去 衣服 我去这个 他们给我这个 给你衣服 对 我去那里 上边 对对对 我去上边 迪凡尼和小菜就这样交往了半年后 有一天 迪凡尼突然向小菜表达了爱慕之情 这个把小菜吓了一大跳 但让小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经历短短一年的城市打工身后 他这么一个对感情绝望的男人 竟然会在不经意间 打动一个比他小十岁的 美国姑娘的心 他喜欢和我说话 所以我就是 以前上班的时间 完了一天 在上班一天聊聊天 要说话说了一起去呢 还有一本那个什么故事 要给他讲故事 拿来给他说了 讲过两天嘛 他就觉得他特别喜欢我 从农村出来 小菜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赚钱改善家人的生活 根本没想到过恋爱 尤其是还要跟一位美国女孩谈恋爱 面对蒂帆妮的深情 小菜感动之余决定 让双方暂时冷静一下 因为今年35岁的蔡小华 她已经对婚姻绝望了 我以前有过一次婚姻 有一次婚姻就分手了吧 但是我也没想到 不准备再游了 不准备再谈了 也不准备再结婚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 让小菜又喜又怕 但是她还是决定 暂缓这段感情 让蒂帆妮认真想想 因为她怕蒂帆妮 只是一丝糊涂 她怕这又是一段 会失败的爱情 2008年3月13日 小菜向单位请假去云南探望亲戚 没想到一个月后回来 蒂帆妮对她的感情 估计没有降温 反而更加炽热了 而且每天还为小菜写日记 没有障碍 我爱她 我没有 我爱她 我要解放她 我要我们在一起很多年 她是保安 很好 她没有上班 很好 她是医生很好 她是老师 很好 她是老师 她想到那份真挚 她激瘦了蒂帆妮的爱情 由于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 小菜和蒂帆妮都在努力 改变着自己迁就的对方 尤其是蒂帆妮 她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小菜心目中的好女孩形象 以前她喝酒 我说在中国女孩子喝酒不好 我说过 我说中国女孩子不喝酒 不抽烟 但她就再没喝过 她那个头发以前经常披着 披在这里 我说呢 你把头发砸起来 很好 很漂亮 结果又以后每次上街还干嘛 她都把头发给砸起来 我来中国 我想 我是美国人 我想一样 我来中国 我想 她的心怎么样 她给不给我高深 我会不会给她高深 我会不会给她舒服 我没有想她有多少钱 为什么我要想钱 小菜蒂帆妮甜蜜恋爱了三个多月 眼看着感情日渐深厚 蒂帆妮准备 把小菜介绍给远在美国的父母 同时征求他们的意见 但是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蒂帆妮的身体突然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远在美国的父母希望她能暂时回去休养 至于她和小菜的爱情 父母建议 她们要等蒂帆妮身体好了再说 这一下子 让再次沉浸在爱情当中的小菜 心又凉到了冰点 她明白蒂帆妮父母的真正意图 也许是她们不同意 也许是自己多虑了 蒂帆妮为了和小菜在一起 并没有听从父母的话 她迟迟没有回国 一边是对蒂帆妮的爱和不舍 一边是蒂帆妮的身体状况 百般权衡后小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 她辞掉保安的工作回到河南老家 希望以自己的狠心能让蒂帆妮回到美国 小菜明白也许这一分手就是永别了 小菜离去后她并不知道蒂帆妮并没有回到美国 而是仍然待在广州 二十多天后蒂帆妮给在河南的小菜打来电话 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小菜意想不到的话 蒂帆妮的深情让小菜很受感动 她何尝不希望能和蒂帆妮白头偕老 但是她能不能确定蒂帆妮 是不是把这段异国情缘想得过于浪漫 于是小菜邀请蒂帆妮先到她的家乡看看 再考虑结婚的事儿 也许当蒂帆妮面对那偏僻的小山村时 对自己的爱情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当我跟她说了 最后我说呢 我说呢 以前我也有婚姻了 现在我也有孩子 几天之后 小菜带着蒂帆妮前往家乡 入南县梁住镇去见自己的父母 小菜心里一直打鼓 她不知道家人见到这个未来的外国儿媳妇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而且小菜对于蒂帆妮能否接受自己的家人和家乡 她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 她不知道蒂帆妮会不会取消和她结婚 车子一路颠簸着开进了小菜家所在的小菜庄 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 小菜家被看热闹的村民为的是水泄不通 原来小菜要去杨媳妇回家的消息传开后 村里简直是炸开了锅 这个古老的村庄 甭说是去杨媳妇 就说来个洋人参观 那也是极其稀罕的事 这真的要你了 太漂亮了 外国的咱没加过咱的好 想的好看 好看 你看稀罕 看那些外国的 美美 蒂帆妮的理解与宽容 让小菜陶醉在幸福当中 我的整个好很不好 你怎么样很好 很好 你好 好 第二天小菜就带着蒂帆妮去买了结婚戒指 害羞归害羞 但在关键的时刻 小菜还是鼓起了勇气 登了回洋派绅士 主动给蒂帆妮戴上了戒指 忐忑中蒂帆妮也把她和小华的事情 告诉了远在美国的父母 我爱一个中国人 我是她 一个中国人 她很帅 她的心很好 非常好 她给我很舒服 给我很高声 我想我爱她 我说可能我要解放她 2008年7月6日 蒂帆妮与蔡小华 她在小菜的家乡河南乳县梁柱镇举行了婚礼 这个传奇的古镇在天传奇 你也没有人 白瞄 Libido 我说不是她的 救命 往前 她的架 会有关键 她的手 选择 我是你的老板 很好 婚礼虽然简单甚至简陋 但是蒂芳妮的确是十分地开心和幸福 谢谢 你叫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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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的日子里 蒂芳妮继续在大学里和外叫 蒂小华也在妻子的介绍下 为外国人教中文 两个人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生活的现实很快就来了 蒂芳妮怀孕了 在小菜看来 女人生孩子就是瓜熟地落 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在美国的妈妈知道蒂芳妮怀孕后 特别担心 她希望蒂芳妮能回到自己身边生孩子 小菜再一次陷入困惑 她既担心蒂芳妮的精神状态 又担心孩子出生时 虽然小 却难以解决的问题 她明白 上次因为身体状况不好 蒂芳妮的父母就曾让她回去过 她没有听 而这一次是切切实实的孩子问题 小菜觉得 已经到了蒂芳妮必须该回美国的时候了 为了心爱的妻子和孩子 小菜潇洒地决定 并劝说蒂芳妮暂时回到美国 在父母和小菜的双双说服下 蒂芳妮带着不舍回到了美国 蒂芳妮和小菜相隔万里 各自只能用不熟悉的中英文打岳阳电话 诉说思念 让小菜惊喜的是 蒂芳妮去美国一个月后 就又打来了电话 她说 她还是决定要回到中国 回到小菜的身边 来生下他们爱情的结晶 2008年7月1日一大早 小菜去花店精挑细选了一大数鲜花 去机场迎接第一次来到她的家乡 河南的妻子蒂芳妮 她不停地看着时刻表 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蒂芳妮还是没有走出机场 小菜的心一点点地凉了 她觉得 也许蒂芳妮临时改变了主意 不会来了 就在小菜顾虑重重的时候 年轻美丽的蒂芳妮 孤然出现了 小菜紧绷的心一下子放松了 蒂芳妮幸福地向她走来 这一对恩爱的异国夫妻 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不久 她们还要迎来她们的爱情结晶 到那时 她们会更加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